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很明幸邀请到人体维修员BoneboyHK 今天就会访问一下他 多谢你的邀请和访问 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维修员,位于屯门99Commerce 的小店 我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主要是帮人做肌肉放松和关节的减压 可能俗称有些人说是拍骨 刚刚就和Candy拍完 多谢你 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加入拍骨这个行业呢? 其实我本身是读职业治疗 但是我在之前读书的时候 在大概五年前之前 我就不小心自己也有弄傷 是,是怎样弄傷的? 我自己踩单车车炒车弄傷 当时就弄傷,真的撞到脖子 所以大家只要误误一点 当时我弄傷脖子后 就和各位一样 可能肩膀不舒服 或者身体不舒服 或者肌肉紧的时候 就会去做拍骨 当时我一直都没有理会 有它痛 但是发现越来越痛 好像肌肉那样越来越紧 之后我机缘巧合之后 就是去台湾 看到台湾有很多帮人拍骨 他们叫做整伏 我就去试试 试完之后就觉得 试试完之后 当然又不是试一次 肯定又不是试一次就完成了 就继续去做 做了一段 差不多半年左右 之后 真的松回了 现在真的没事 之后就渐渐对A 一样东西有兴趣 之后我就一边学 找诗、拜诗 又跟过一些 美国的脊衣去学习 之后就开了一间小店 来服务大家 帮人拍骨 其实很有用 你这间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我这间店是一个月前开的 其实也是刚刚新开 也是开了一个月左右 你选择这间店是开在屯门 你为什么会开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不住在香港 我是差不多在三个月前才回来的 之前疫情我没有回到香港 差不多三四月没有回到香港 我觉得其实每天在外地 当时都觉得很挂住家 我家人是住屯门的 所以我就希望 当时已经想到 希望工作 都可以跟家人很接近 即是吃饭 我每天都回家吃饭 很方便 所以我就开在屯门 其实都知道屯门是很夹洩的 多谢你来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见多些家人 所以就开在屯门 那你回到香港 有没有感受到在外国和在香港的分别? 都有些 现在暂时都还在适应中 因为我自己都习惯了 都挺热情 和挺喜欢跟人聊天 那你开了这间店一个月 到目前为止 总共接了多少次? 到目前为止 现在平均都是有时有客 有时就一到两个 多数都是朋友和朋友介绍 不过我自己都有IG Facebook和YouTube 自己都拍片 希望可以宣传给多些人知道 你有什么想问我? 不要紧 那你在服务客人 跟他们做这个维修的时候 有没有困难的地方? 如果他们太紧张 太绷紧 我是出不了力的 我们不能够跟他们斗力 好像老师说 我刚才做的 其实我本身也有点害怕 去拋核 就是因为我看到 有些IG的影片 就是在扭条鏡 我怕一扭就会扭条鏡 如果要找人 其实我们在做关节的放松 其实我们的关节活动 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虽然我这样跟你转条鏡 其实没有把你的头转到后面 其实是把这里转到这里 所以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但是看这些影片 加上一些声音 听到就好像 那头去了后面 其实不是的 是在一个很合理的角度里面做的 最重要的角度对 就是那个风险 就会减到最低 就是这样 那啪骨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 就是一个关节浪 是真空的状态 我们最主要就是做一个 关节的减压 我们一动 就是做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啪啪声 其实不是骨头的声音 是里面关节翼的声音 因为我们本身的脊椎也好 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受到地心吸力 姿势不良 又会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可以定期维修 做一组减压 就是做一个伸展的动作 那做啪骨呢 可以增高吗 是不可能的 是没有这样的服务 大家不要以为可以啪骨增高 我不懂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是没有这样的增高服务 不要找到增高 sorry 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 刚才说 你也是用按摩枪 是也有的 还有一些甘膜刀也有用的 是 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是 最舒服哪里呢 你觉得做整个过程 呃 背脊 做背脊 是 就是跟你拉开背脊 是的 那些声音 会不会令你害怕 初次会很害怕 可以 现在不害怕 是立即停止了 是的 平时你 都会用电脑 都会伏低身 是的 会圆肩 令你的风静静一点 是的 平时就弯大 塗了背 刚才我们做一做 就是 打开一个控锥 就是伸直 但是自己 做一次 真的不可能 但是自己 你都要平时工作 你都要用工作对着电脑太多 是的 真的注意一下 不要经常这样 不过有时 工作没办法 但是尽量注意一下 都明白大家上班 真的没办法 好了 这条片就访问了 BoneboyHK了 好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